大家好,我是小刹,这部又有资讯来了,这一期是关于无尽和攀锥的。 先来看看两个新家族,扎个痛快家族,莲丹糯米,爆炸节梗,爆炸草莓,浮宫鹰,原石土豆地雷,小新脚下家族,包含几个矮个子植物,橄榄坑,连烟安果,刚第一次第一次弹簧豆,还是上次评价的。 这十个植物组成的家族,也就橄榄坑值得看看,或许再加个连烟安果。 无一全新版本中,制作组对无尽挑战和攀锥追击进行了一大波便利性调整,一起来看看吧。 无尽模式调整,调整了部分页面的跳转逻辑,缩短了容易切换时间。 点击继续挑战可以直接进入下一关卡,关卡类点击返回,将切至无尽选关项。 剔除了战术黄瓜功能振动反馈效果,无尽中不用再振来振去了。 调整了局内部分按钮的UI布局,减少了误出情况,下一期无尽挑战就能见到了。 叛逆追击调整,调整了体力结算逻辑,现在体力将在胜利结算时再进行消耗。 当信号挤满并挑战Boss关卡时,各位玩家可以选择双倍选项,奖励和等待时间都将翻倍。 回忆之旅第十一赛季来袭,新增机制新主题。 新机制魔镜乱入 新增魔镜乱入关卡机制,场上出现几面魔镜,可以传送走入魔镜的僵尸和经过魔镜的紫色子弹。 新主题能量飞逝 新主题能量飞逝开启,时空能量紊乱,每在场上种植一棵植物,时空能量将会额外流失,请务必注意能量消耗。 第十一赛季上线,全新赛季中退化成绩,赛季限定头像将会限时上架商店,就等你来咯。 对于这次机制优化更新,各位同学有哪些想说的?欢迎评论区留言讨论哦。 感谢观看